美国非要威逼加拿大 87岁的加拿大前任老总理果断出山 说了番前所未有的话 据央视新闻10月25日报道 87岁的加拿大前总理 克雷·蒂安当地时间10月24日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加拿大政府必须证实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现实 据报道 克雷·蒂安在这次采访中 谈到了当今世界和加拿大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 关于加中关系 克雷·蒂安说 如果是他 他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处理加拿大与中国近年来发生的事情 他说美国强迫我们 我们的政府决定配合美国 加拿大政府认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但我认为他们有其他选择 报道称 对于特鲁多执政团队的评价 克雷·蒂安表示自己并不想对县政府品头论足 我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但是有时候会想 他们如果长一些年纪大 经验老道的前辈帮助 也许可以做得更好 他在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写道 特鲁多和他的团队 很想成为大刀阔斧的改革者 他们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 越来越明显的缺乏经验 据了解出生于1934年1月11日的克雷·蒂安 是加拿大自由党的元老 也是现任总理特鲁多的父亲 皮安尔特鲁多的坚定支持者 鉴于这样的身份 他一直支持现任总理特鲁多 总部公开发表批评意见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崇培武 在今年早些时候曾明确表示 中加两国既没有历史问题纠葛 也没有重大利害冲突 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都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 是天然合作伙伴 崇培武指出 中国连续多年保持 加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 中加关系面临困难背景下 去年加对华出口增长约8% 而加对外总出口下降约12% 这反映了中加经贸关系的韧性